黄以玲当年耍啊大牌不爽就取消通告没人敢惹,如今年近50却大转星连蔡秋凤也吓到。 18岁那年,推出专辑讲什么山盟海事,让黄以玲尝到了走红的滋味,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天后。 但谁也没想过被誉为天后的她,有过非常坎坷的童年及经历。 与唱片公司主管未婚生女,对方欠债,爸爸又向她讨钱,让黄以玲有一阵子过着躲债的低调生活。 图片来源,翻射自以玲家族。 和江慧同为台语歌后的黄以玲,生在一家七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她从小对演唱相当有天分,而为了改善家中经济,妈妈替她找了老师让她真正学习唱歌,到处走唱或接表演。 从原本单纯的喜欢唱歌,到后来变成一种职业,黄以玲逐渐对唱歌感到疲乏。 但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她只好继续养家,没想到一养就养了三十几年。 讲什么山盟还是MV,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当年年纪小小的黄以玲,从七岁开始就在过年时包红包给家人。 因此觉得自己对得起家人,家人忍让她也是应该的。 就这样,她渐渐变得自我膨胀,过度自满的同时,也在强烈的自我保护。 由此在高雄演出时,其他艺人因赶场而插她的队。 她为了表示抗议,竟然收拾了东西直接搭客院离开,又或者一不爽就取消通告,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黄以玲的强悍个性,做事我行我素,甚至对同行也很冷漠。 她和大家保持距离感,认为这是大牌该有的样子。 但是,这也让她成了没人敢惹的天后。 那时候的她,是挺难搞的。 而如今,年近50岁的黄以玲,近十年来都显心修佛法,比起以往耍啊。 她的态度大有改善。 图片来源,黄以玲脸书。 黄以玲还曾经隐瞒一个秘密多年,就是当年和唱片公司主管陈国勤内婚生女。 不过两人始终被结婚,直到后来女儿生上中学时,由黄以玲和陈国勤两人载纵女儿,这消息才被媒体爆出。 陈国勤后来因为公司周转不灵,欠下巨款到国外避难。 留下黄以玲独自承担照顾女儿的责任。 而女儿都一直跟着黄以玲的信。 图片来源,泥江音乐圆博微薄。 由于内心的空虚,黄以玲疯狂逛街买名牌,以为填满家里就可填满心灵。 又或者找朋友到家里打麻将,常常打个三天三夜。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觉,物质生活虽然得到改善,但心灵还是很空洞。 就在这时,她开始接触佛学,极由修行慢慢改变自己的习性。 从此,黄以玲的转变让不少人很惊讶,就像第一次和蔡秋凤打招呼时,对方也吓了一跳。 两人后来成为好朋友,也见证了她从南高到温和的转变。 图片来源,为几百科。 因佛法的黄以玲,曾经一度想出家,但因她担任义工的佛教机构限制出家年龄不能超过三十岁而取消念头。 至于和昔日唱片公司老板陈国勤未婚生下的女儿, 则比黄以玲更有佛缘。 政治曾经传出女儿要出家,但因父亲反对而作罢。 对此,黄以玲表示,如果女儿要出家她也不会反对,反而就是不要女儿进入演艺圈,不她的后尘。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黄以玲的经典歌曲吧。